好 那麼 採訪會又揭曝說 黨 就是民進黨 美 檢察官 三位一體 黑幕 那說某個週刊的記者 他說這個 靜電視跟靜週刊共用人力 除了這個以外 民眾黨說某週刊 其實講的就是靜週刊 那是為什麼能夠跟檢察官 那邊有關係這麼密切 說因為他的記者 能夠出入北檢辦公室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偵查不公開 奇怪 報紙怎麼登那麼詳細 陳華會怎麼知道 是因為有北檢很多檢察官 看不順眼去檢舉 跟他檢舉的 這是我一直 為什麼我覺得很重要這個事情 經常因為我自己有經驗 被北檢傳了好幾次 奇怪 這明明是傳我 怎麼到了檢署那邊 門口唯一大堆記者 記者怎麼會知道 這奇怪 我沒講 那誰講的 我還問檢察官 我說你這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不是偵查不公開 你怎麼搞這麼多記者在門口 檢察官跟我講說 你反正是證人 你這證人什麼關係 這不是這個問題 另外傳訊完以後 過兩天 檢察官還特別陰陰交代 趙玄 這事情我們偵查不公開 絕對對面 不要講 我說好 我不會講 沒有講 第二天 第三天 什麼這個週刊 什麼通通出來了 他出來的內容 也不能都是假的 他中間有一些是真的 然後再穿照會給你搞一堆東西 真真假假假假的 怎麼亂講一通 你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檢察官 你自己內部都不知道嗎 如果說有 我當時還想說 我就講我說 他一定進週刊 有一個記者跟檢察官 內部有溝通管道 結果按照網會來講 居然還有出入證件 能夠這樣出入 可以這樣子幹嗎 你們可以這樣幹嗎 等於把它當成你的御用媒體 然後上次選舉 九黑的時候 不然去年選舉的時候 也看得出來 你覺得這樣 週刊先登某個候選人 比如說好像高嘉宇也被 不是那個新竹 高虹灣被登 宜蘭林芝茂也被登 登完以後 對手就拿這個作為宣傳 這不是我講的 媒體登 就大蠟蠟的去發 翻天覆地的 這樣去發那些文宣 可以這樣子幹嗎 你靖州刊可以這樣子幹 你民進黨可以這樣子幹 特別可惡的是 你北檢可以這樣子幹嗎 你北檢可以這樣子幹嗎 來 鴻衛 其實就是我們的司法體系 去配合政治 或者是說干預選舉 這過去有太多太多的例子 剛才周大哥說 那檢察官告訴你 你不要講 我們這個司法 那個正常不公開 然後發現說 怎麼媒體寫那麼多 是因為你不能講 但是要由他們自己講 因為他才能夠決定說 我今天要給哪家媒體 說難聽的就是 我決定要為哪一家媒體 哪一家媒體可以是政治正確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陳婉會 而且他想辦法用這個媒體 來操控輿論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時候 就先給你定罪了 基本上這樣 尤其在選舉的時候 你說有時候偵察不公開 可是今天有一些的辦案 連他去搜索 你都可以拍得到照片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 比如說你辦這個案子 有的說媒體想盡辦法 要去找一些資料 可是你在搜索的時候 媒體都可以拍到照片 那你覺得是什麼呢 你覺得包含 你的這個刑前的紀錄 你都已經告訴媒體了嗎 然後很多都是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剛剛講到宜蘭 宜蘭林芝廟 那時候是不是從他什麼住家 辦公室一大堆的 包含他出來的時候什麼 因為那個時間非常非常長 他都差點跌倒 或者是他去被搜索 通通都有照片 那在選舉這麼微妙 在這麼敏感的時候 然後你的檢察官 事實上把這些訊息 不但是事前提供給媒體 事後記不記得 還把那些帳戶 他那個帳戶的出入的資料 都清清楚楚 你告訴我 這個是媒體自己夢見的嗎 還是自己編出來的嗎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陳法惠今天提出來 我沒有看到北檢出來講話 也沒有看到靜週刊出來講話 都要出來講話的 靜週刊記者有沒有這個通行證 是不是能夠自由進出北檢 北檢是不是就透過管道 把資料位給這個靜週刊 靜週刊是不是變成民進黨的 御用媒體 講清楚 來 張委員 這個媒體還有司法的不公 真的大家必須要問 這到底是怎麼發生到這種狀況 其實還是回到 我們今天很多的這個制度 已經被徹底破壞 NCC是主管這個媒體的 其實看一下這個NCC的這個組織法 他是開宗民意第一條就是說 要保障這個言論自由 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 剛才我們洪文委員講的也很好 其實現在的這個媒體 司法界 然後跟政治界是豁成一談 就是看你政治正不正確 然後呢還有你顏色對不對 如果政治正確了顏色也對 就是全部就是幫你 那但是這就是真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NCC 其實大家 我必須還是報告 他是所謂獨立機關 可是現在國人會相信他是獨立機關 他比一般行政機關都還更糟糕 是完全沒有任何獨立 現在其實認真講 現在他的主委 是能夠被人家信賴的嗎 要是做一個評價 他大概是大家最不信任的這種 這種機關首長之一了吧 所以這就是真問題 然後再加上現在司法這個體系 也不公正 那再加上這個沒 所以這才是真正台灣政治的悲哀 好吧 這個國民黨委員控賴清德的愛將 叫張正元捲入IMB的詐騙案 而且說這個 他是自願降調 他本來是交通部次長 是交通部次長 就是多麼大的一個官 怎麼自動降調去台鐵當局長 真的只為了整頓台鐵嗎 還是台鐵的各種土地的開發 宜蘭 土地到底往哪裡設站等等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在2020年的6月 IMB在京宜蘭的會面開發 張正元就是其中一位的貴賓 結果在當年2020年的12月 哇 這個曾國偉啊 這個主席 他就得標了宜蘭的國有地 難道這不是謀財嗎 難道張正元 你都一點關心都沒有嗎 我們也想問一下賴清德 到底改革了什麼 我想人民是沒有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是 你們選擇跟詐騙集團站在一起 你們選擇制人民的生死與不顧 到底改革了什麼 我相信人民沒有看到 而且我們也嚴重呼籲賴清德 你既然身為副總統 你既然身為民進黨的主席 你既然身為民進黨 這是總統的候選人 你必須的跟人民說清楚 你跟宗正人關係到底是什麼 男嘉宇 我覺得IMB最離譜的問題 就在於說 檢調是在2017年就已經查報 已經接獲檢舉 查報查了7年到現在 才因為民眾受害者越來越多 雪球越滾越大 有25億的這種吸金案 所以導致這個事情爆發 然後現在才查出來 這7年之間 到底檢調在追查什麼 更離譜的是 這個週刊其實爆料的內容 還包括說 金管會跟檢調之間互踢皮球 檢調把這個皮球踢給金管會說 2017年我查的時候 金管會說 因為沒有違反銀行法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 請檢調自己調查 檢調也認為說 那我也只好好好調查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調查了這麼久 更何況2018年 我們就在質詢的時候 曾經提過 央行的報告裡面 就針對P2P的這種借貸平台 他會衍生不管是吸金 或今天IMB最大問題 背後95%都是假債權 根本沒有這樣子的債權 可是他騙你說 有給你高利息 高回饋 讓很多人不知不覺的 把錢匯給的這些 所謂假的這些人頭戶 然後演變成今天吸金的風暴 如果金管會不納管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 這到底是金融借貸平台 還是是一個吸金的 老鼠會的詐騙平台 根本沒有人知道 難道檢調要查67年 才能發現嗎 等到這麼多的受害者 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這問題就在於說 納管是有必要的 因為這樣的納管 我們才能夠隨時的去精簡 去了解說 這所謂的金融借貸平台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也是我剛剛講 2018年央行報告裡面 就提到其他國家 美國 日本針對這種P2P 英國也都是全部由 金融管理機關來做納管 台灣到現在 如果還是要靠銀行自律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案子 還會有其他的衍生 所以我是覺得 政府應該要好好的去監管 鄭月 我覺得現在這個賴清德 讓大家感覺越來越疑惑 就如果你一度相信賴清德 或是說你一度也認為說 他似乎在很多的一些 比方說黨內的排黑條款 對他自己本身的話 可能一些可能操守看起來 好像目前來講 又有太多的瑕疵 你會相信說他這個人 相對的清廉相對的改革的話 我覺得現在會越來越疑惑 因為你發現他是雙重標準 因為他的愛將們 如果說他的愛將們的話 都如同他所要求的話 那他到底是世人不明 還是他完完全全是會護短 比方說你看這個張振元 張振元的話我剛剛查了一下 他是2018年到2021年 從政次降調到台鐵局的局長 然後在台鐵局局長的任內 去了那個豪宅IM 剛剛講到這個詐騙集團 所以他是在擔任局長說 他去豪宅裡面參加這個Party的 再一個就是說 他們又講到說他過去 還引用了什麼 台鐵的改革的基金 去養碗軍 去帶風向等等 所以這個張振元本身事實上 就違反 違背了賴清德本身 對親戀的要求 另外大家不要忘記了陳宗彥 陳宗彥的話 他也是賴清德的愛將 這個愛將當初也是在地方 一直搞這個光電 然後接受性招待 所以賴清德到底是不知道 還是刻意的包庇 這樣的賴清 他作為一個總統參選人 你可以相信他嗎 我覺得他要把話給說清楚 黃碧 我覺得我們再次強調 IMB當初就是說 拿所謂的土力戴群這邊 來去做所謂的吸金的 這樣的一個標的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銀行做中介 所以非法吸金這件事情 早就已經確立了 所以為什麼檢調沒有查 為什麼當初沒有 一開始就認定 他是一個非法吸金的機構 而張宗彥這個部分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 台鐵是所有國營事業單位裡面 土地持有最多的 這裡面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大家要查清楚明白 土地多 但是台鐵虧損很嚴重 所以這個人事本身就很可憐 如果你真的 你一定要按照 我來看 你真的有個不愁 你不愁 來看 你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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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愁